同学们请上这道题 兔子比鸡多十只 一共一百条腿 他问你鸡兔各几只呢 我们知道兔子和鸡的数量关系 我们可以用分足法来解决 假设兔子和鸡的数量相等 一个小组里面 有一只兔一只鸡 有若干个这样的小组 每个小组里面都是一只兔一只鸡 最后呢 兔子比鸡还多了十只 说明这十只兔子 不在小组里面 那我们先用一百条腿 减去这十只兔子的腿 就是小组里面的鸡和兔子的总腿数 先用一百减去 不在小组里面十只兔子 有四十条腿 还剩六十条腿 每一个小组里面是一只兔子 一只鸡 一共六条腿 说明有十个这样的小组 那有十个这样的小组呢 就有十只鸡 有十个这样的小组呢 有十只兔 但千万不要忘了啊 这儿还有十只兔 所以兔子有二十只 即有十只